这个月的二号是很多包青天迷心碎的一天 第一代包青天移民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过世 但书邦移民举办的告别式就像他的人一样简单朴实 在会场上可以看见移民的好人员 好多已经好久不见的老演员 像是长风都再次出现 再见这位老朋友最后一面 这个奖是一份荣誉 是属于我们中华电视台的容易 告别式上播放的影片 里头的移民抱着讲座不忘感谢 约就是华氏的一处包青天 让移民刚正不阿的形象深知人心 一代包青天移民离开人世 陪伴他生命的展昭怎么可以不到 戏里的长官就是永远的长官 饰演展昭的天蓬 手里拿着自己提的字 感念这位老友更想起当时拍戏的点滴 他非常累啊 他有时候他在那边躺着掉点滴 他跟我对白 我跟他对白 当年的戏创下最长连续剧的记录 也创下了最高的收视率 虽然戏走会完结 人生也总会走完 但他的形象会永远留在大家的心中 海风遥过 保青天 记者无尽张兆元台北报道 练阮 世语 练阮 Wels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